接着回到主编点新闻 你好我是Fish真一 我是志峰 日前一党宣传主任阿莫法德里表示 与巫统针对下界大选的合作进行了非正式会谈 不过巫统总秘书阿兹拉夫就否认 两党领袖曾经商讨联手合作 他指出所谓的讨论可能是仅在党员和支持者之间进行 两党的领导层不曾坐下来讨论 一党的阿莫法德里他曾经透露说 巫统的主要领袖最近平密的跟一党展开一系列的非正式会面 以讨论合作来一起联手应付下一届第16届全国大选 他没有点明说一党跟哪一位的巫统领袖会面 但他有表示说这些领袖希望巫统能够跟一党再度的合作 只是他们不敢违背现任巫统主席Zahir Hamidi的决定而已 阿斯拉夫说他作为巫统总秘书都不知道和一党合作的这件事情 如果要讨论也应该是和党领袖去讨论吗 这就好像他听说的一党和希盟也能够讨论一样 那目前巫统是团结政府的成员 巫统主席兼国阵主席阿莫扎西就曾经表示 将会和希盟一起合作直到下届大选 阿莫扎西在今年7月初表示 只要一党主席哈迪阿旺还在位 巫统就不会和一党合作 那巫统是基于之前和一党的合作经验 才做出了这个决定的 不过巫统属理主席穆罕默哈山后来也表示 巫统并不保证或受约束于任何与任何政党 在来届大选全国的这个第16届全国大选合作 所以巫统的老大跟老二 塞哈迪迪跟斗曼呢 在很多课题上似乎看到很明显两个人的观点不同 那么回到来 巫统到底会不会跟一党合作 一党的领袖首先先把这个东西给替报说 巫统有跟一党的领袖一起来讨论 那么这名一党的领袖就说 巫统要跟月亮合作 但是巫统又否认说没有这个事情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应该是有人在撒谎 或者是两个人都在讲骗话 车大炮 我们先从一党的角度来看 一党与巫统合作的事情 到底是一党更想要跟巫统合作 还是巫统是很想要很期待跟一党合作 以一党目前的势力 他可以不需要跟巫统合作 因为一党现在他有了土团党 除非一党跟土团党拆火 那么或许一党就需要另外一个马来民族主义政党的伙伴了 不过现在土团党他没有要离开国盟的意识 那么土团党也非常依赖一党 那么至于巫统 一党已经是巫统的主要竞争对手了 特别是在一些乡区跟甘布 巫统现在的地盘已经被一党吃掉了许多 所以巫统不太可能在这一个时候跟他的主要竞争对手一党来合作 因为这不符合逻辑当中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第一就是巫统跟一党是死对头 彼此是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关系 都在争夺同一个群体 就是马来穆斯林 如果巫统一党合作的话 如何分配这些议席 分配之下 巫统肯定吃亏 因为按照大家所认同的分配原则就是 你胜的议席 你上升 那么巫统现在只有26个国会议席 换言之巫统只能够竞选26个席而已 那么对过去他曾经竞选整百个议席来说 巫统肯定不会接受 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 巫统和一党没有共同的敌人 如果大家有共同的敌人的话 那么这两党就可以合作 就好比在2018年 巫统跟一党这两个势敌可以走在一起 成立了国民和谐 Morafakat National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有共同的敌人 就是希盟 如今这个Morafakat National 已经走入历史了 因为时代不需要Morafakat National 现在有的就是Berigatan National 不过阿摩法德里就认为 两党领袖的非正式会面 可以被解读为 有望重新团结目前严重分裂的 马来选迷 他指出 这些会面讨论还没有形成一个行动 而更多的是一种期盼 巫统领袖希望能够和一党再度合作 只是他们不敢委逆巫统主席的决定 还是回到刚才那个点 目前的一党处在政治的高光时刻 所以我不认为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巫统跟一党会有3.0的合作 之前1.0的时候是在70年代 当国阵 Berigatan National刚刚成立的时候 那么后来在1978年的时候 一党就被赶出了巫统 之后巫统 以党被赶出国阵 不是巫统 以党被赶出了国阵 之后巫统跟一党就形成了 水火不相容的情况 然后来到2008 不是2008 2018年 太多的年份了 来到2018年的时候 巫统跟一党再次因为有共同的敌人 所以合作有了Mofokan National 但是目前为止 巫统觉得他们跟西蒙在一起相对的舒服 所以巫统很大的可能在来接大选 要吗就跟西蒙在一起 不然的话 就是巫统跟国阵自己自立成军 然后跟西蒙以及国盟之间展开竞争 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 今天的主编点情况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也谢谢志峰 星期三同样时间一起听懂更多